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缴电费 到底有没有什么petball呢? 2022年的缴电费攻略 宝可梦推荐的Top10排行榜 到底怎么缴电费呢? 你可以到台电的服务柜台 来做现金缴费 或者是使用ATM转账 存款账户代扣角 这个都可以 但是呢,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比如说使用信用卡的代扣角 可以赚0.2到0.5%的 刷卡金回馈 那甚至像超商代收,行动支付 或是使用台湾电力APP来做缴费 其实你拿到的回馈呢 都会比直接用现金缴纳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到底要怎么缴电费来赚取回馈呢? 我这次呢准备了至少有10个排行榜 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11名 这个第11名呢 就是局值支付所搭配的信用卡 可以享有这个额外的回馈 在2023年的3月1号开始 其实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来做缴费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大家就是把握最后的时间 大概还有三个月左右 你可以来进行缴纳 这也是我们之前都跟大家介绍过的 玉山的Uber卡呢 它基本上只要是绑定在局值支付里面 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都可以拿到3%的回馈 一个月可以刷一块块钱 拿到300的刷卡金 那这张呢是凯基银行的摩拜卡 旧户的话呢 可以每个月刷5000块拿6% 就是300的回馈 那如果你是新户的话呢 你可以刷3333 然后大概可以拿到266左右的回馈 然后是8%这样 比较特别的是将来银行的将将卡 它其实呢 在这几天刚好可以串接到局值支付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将将卡绑定在局值支付里面 在超商所做的消费跟缴费都有回馈 怎么讲呢 把你的电费单呢 带着到7-11来做缴费 然后将上面讲的这三张 有高回馈的信用卡绑定在兵放 局值支付里面 在柜台出示扫码条码QR Code支付 就可以取得卡片的回馈了 那这三张卡片呢 都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比如说约备的卡呢 你只要有电子账单就免年费 然后将来银行的将将卡它是账户 所以它不会有年费的问题 凯金仰博拜卡一样是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再来讲第十名 第十名的话呢 是连线快点卡呢 它虽然说在2022年的第四季越来越烂 但是它的刷卡回馈 仍然是有维持基本的1% 就是低标1% 所以呢你把它绑定在Femipay里面 在超商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都是有一%的点数回馈 重点它是无上限的 所以你可以拿你自己的电费单或是水费单 到全家便利商店缴费 将快点卡绑定在Femipay里面 出示QR Code就可以取得1%的LinePonts点数无上限 这张卡片呢 它是签账卡 所以你账户必须要有钱才能够刷 如果你账户没有钱的话呢 是刷不过去的 所以请你要赶快把钱存进去之后呢 才能够进行刷卡消费 第9名 第9名的话呢是星光银行的悠游联名卡 只要有申请这张卡片 绑定在Femipay里面 所做的超商消费跟缴费都有2.1%的现金回馈 回推大概是刷14285元左右 可以拿到300元的回馈大概是2.1% 免年费门槛也很简单 只要认刷三笔不现金额 就可以减免次年的年费了 有需要的话呢 这边都可以赏码 然后办卡这样子 下一张 月三数未一卡 其实我们已经在我们好几集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 每个月呢 就是可以刷2000元 可以拿100元的刷卡金 它会在次次月回馈到你的账上 那它因为它是特案活动 所以它不想有0.5%的原始回馈 登录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你就是月月刷2000 月月拿100回馈 这个是蛮不错的 然后拿来做缴费 也是符合资格的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直接申请 最简单 下一个 第七名 iQoo卡的这个新卡片 大家都办了吗 有点像是那种颁奖典礼的线条卡 蛮漂亮的 那这张卡片的优惠呢 我们再跟大家解说一次 就是你可以把台信iQoo卡 绑定在台信配 或者是全赢家配里面 那么每个月 只要这两个通路合并 至少要刷5000 然后不要刷超过6250元 你就可以拿到每个月4.8%的加码 就是300个现金回馈 台信配的话呢 就是在小7做缴费 那如果你是全家的 请你把它绑定在全赢家配里面 到全家去做缴费 一样也是符合资格的 那不是两个通路分别哦 是两个通路以身份证字号归户 每个月可以拿到额外加码的 就是300 所以你自己算一下 不要刷超过了 两个通路合并计算 下一个第六名 也是台信银行的 台信银行的接口支付联名卡 非常可爱的珠珠卡 不知道大家没有办 活动期间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你只要在每个礼拜三 在接口支付的APP里面 绑定台信接口卡 在它里面的缴费单元里面 只要刷水费电费 它上面有的一些规费 地价税都可以符合资格 刷4000元拿到6%的回馈 就是240点的接口币 你只要有台信银行的电子或行动账单 那么你就不用担心免费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卡片呢 其实也算是简单好用 所以这边有一个扫码办卡QR Code 有需要的就是直接扫码申请就可以了 第五名 第五名的话呢 是中信Homebank这个APP 那怎么用呢 请你先开立买位数位账户 在这边 只要扫码就可以直接开立了 开立完之后呢 你就是新户的资格 每一季呢 可以缴3000块 拿300元的回馈 就是这一季啦 你是9月30号以前申请的 你就是旧户了 所以你就是缴1000块钱拿100的回馈 每一季都可以 就是解一次这样的任务 明年1月1号之后呢 我们这边所有的上售的人 就全部都是旧户了 下一个 第四名 星光还宇现金回馈预期卡 虽然说它的回馈就是逐年缩水 以前是缴1000可以拿100 但现在就是只有缴500拿50 拿电费单呢 到全家便利商店来做缴费 将星光还宇卡绑定在Femipay里面 出示QR Code 就可以拿到10%的现金点 刷500块拿50点的现金点 那提醒你 计算时间是越出到越底 然后它点数是在4月月底来入账 入账之后请你手动来折抵账单消费 这样它才会真正的去折抵 这样子 然后每个月就是刷500块就可以了 超过也不会有多的回馈 它的免年费门槛也很低 只要认刷3笔不现金额 就可以免4年的年费了 所以它的这个持卡成本也是蛮低的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国泰世华的Cube卡 如果你是Costco换发的话 它也是换这张卡片 但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是等银行换发给你的 你的Costco卡本来就没有iCash功能 所以它换给你的卡片也不会有iCash功能 我非常建议你赶快自己申请一张 这样子你才可以拿到有iCash功能的Cube卡 想要拿到高回馈赚好康 请你手脚勤快一点 赶快来扫码办卡 先拿一张有iCash功能的 那之后国泰世华放发给你的 你不要你再剪掉也可以 那怎么解任务呢 很简单 你拿你的电费单到小7做缴费 然后把这一张卡片呢 放在它的白色机台上面 那只要感应成功扣款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低于0元 不足额的部分它会自动加值 以一次就是500的倍数来计算 所以你大概准备2000块左右的电费单 那么去缴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就是自动加值2000元 就是500元乘以4 就是一次 然后就扣2000元 那你就完成任务 那你就是在下一个月 就可以拿到200点的OpenPoint点数 那记得哦 要在OpenPointAPP里面 绑定这张卡片的iCash卡号 这样子才能够顺利的入点 那这张卡片也蛮佛心的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只要有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每个月呢可以刷2000元 拿200的回馈 这个是每个月都可以去做的 还蛮好的 那活动期间只要登录一次就好了 所以记得上官网登录一次 那么每个月都可以去结这个任务 非常的简单 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扫码申请了 第二名的话呢 分歧期卡 分歧期卡就是一个乐高的这个图示 那很简单把它绑定在 小七的Open钱包里面 你在小七所做的消费 或者是拿电费摊去做缴费 都符合11%的回馈 这张卡片呢 每个月都要登录一次 所以请你要不厌其烦的 就是每个月都要登 没有登到就没有回馈了 有登 那么每个月刷1000块 可以拿110元的刷卡金 那免年费门槛比较高一点 年度累计消费达12000想次年免年费 如果你没有刷到怎么办 出年费的再打电话跟银行 就是argue一下就可以解面 所以不用担心 有需要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码直接申请 下一张第一名 好这第一名的话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我们讲了好几次 它有17%回馈 最要命的缺点就是 需要你为10月1号申请的人 才算是新户 那旧户就什么都没了 像我在去年就申请的人 我当然是不符合这个资格 但如果你是10月1号才上车的人 那么10月11月12月这段期间 你都可以来解这个任务 活动期间呢 就是10月1号申请申办OU数位账户的人 你就是符合资格的人 那么你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 在全家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达1562元 就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那除了全家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通路 这次是三个通路并记的 比如说你喜欢在这个小七缴费 那么一样把这档卡片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到小七去做结账 做消费或缴费都可以 那他的时间是礼拜二礼拜四或礼拜天 只要消费或缴费达1562元 一样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那第三个通路呢就是 这个 拉尔富 那拉尔富的话指限定这个 礼拜三 在小来做结任务的部分 不论是消费或是缴费都可以 那你特别注意哦 这三个通路的17%是 每个月合并来做计算的 而不是说你小七解围又跑去全家 全家解围又跑去拉尔富 这是错的 就是这三个通路加起来 只要刷了1562元 其实他就不要再刷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怎么去挑选缴费的方式 以这个金额来做计算 如果你是3000元以内的 你考虑使用 国内说法Cube卡10%最简单 或者是新冠OU点点卡有17% 最简单 那如果你家的缴费金额是3000元以上 1万块以内的 那也许你可以考虑用台形的产品 比如说接口卡 礼拜三在接口支付里面做缴费 可以拿6% 或者是你把你的缴费单 拿到全家或者是小七 然后搭配不同的行动支付 可以拿到5%的回馈 最多可以缴到625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 如果你的账单超过3万块钱 那在超商就不能带收了 那怎么办 我推荐你两张卡片来做大额角电费 第一张是联邦绿卡 你拿来做带缴水费或电费 那么你可以拿到0.5%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这个是不错的 那第二个就是中信的商旅泰金卡 它来做带扣缴 一样有0.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所以这个就很适合 就是给你家里面的水费或电费支出 非常庞大的人 你可以用这个 这样子乘下来 其实你的回馈率也不错 我都怎么缴费 有一招我可以教大家 这招很简单 这招就是 如果你有去下载台湾电力APP 那么你可以看我们画面上面 这个操作步骤 把你家里面的电费的电号 把它绑定进去之后 那么你选择上面的缴费 再选择预缴 这个功能呢 你就可以输入你想要缴的金额 但是单笔不能够超过3000元 所以你可以输入3000块钱 最后选择出示QR Code 它产生QR Code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三连式的条码 带到小7去 然后请店员帮你扫 扫完之后 你再出示你的行动支付的APP 然后QR Code给它扫 一样可以解任务 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的账单 有比如说8000一万的 那你可以化整为0 就是先缴3000 先缴3000 先缴3000 那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些信用卡的优惠都吃到 那这边呢 这是我个人的推荐排行榜里面 比如说星光分歧期卡 缴1000块拿110 然后国泰苏瓦Cube卡 它的自动加值2000块拿200 所以家里面的电费单 如果是3000块 我就可以把它分成1000块一单 2000块一单 先缴进去了 那这样子下一期账单出来 我就不用缴了 但是呢 我平均可以拿到的回馈就是 10%到11% 那当然重点就是 公寓善期是必先利息期 这些卡片赶快申请下来 这样子你才有余裕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身边也有亲友 需要缴交水费或电费 这种支出的人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透过信用卡跟行动支付 来省钱的奥秘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